好 今天我們看到日群 有一群朋友他們相約 在北市新義區的KTV歡唱飲酒 離場時卻大鬧 其中一名縮性男子 用煙頭削破服務人員的西裝外套 雙方爆發真質 遠景趕到現場處理 沒有想到其中的紅性男子為了意氣 拿手機近距離的在拍攝警方 狂飆不雅自演 立刻遭壓制上銬 帶回警局偵辦 刑犯 來 現在有錄影 為什麼要刑犯 我們現在有錄影 他罵髒話 罵髒話 KTV大廳白外套男 看到遠景立刻拿出手機 近距離狂拍 嘴上還不饒人 不停飆罵 發過去 先刑犯 靠起來 好 可以 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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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下 博力士大人也不捲了 一個專身壓制住白外套男 將他上銬 帶反鎖正伴 走啊 走 走啊 走 沒想到白外套男就算狼狽招待 他的嘴還是不肯罷休 不啞字眼 張口就來 新一區夜店跟KTV林立 警方為了避免民眾鬧事 都會安排守望勤務 不過當天男子因為喝得太醉 竟然先是跟服務人員發生爭執 最後又跟遠景爆發衝突 當天紅姓男子跟俗姓男子 以及朋友一起歡唱飲酒 離場前卻大鬧 俗姓男子竟然用煙頭燒 要破服務人員的西裝外套 雙方發生爭執 遠景到場後不僅 蘇姓男子不配合 紅姓男子更是為了意氣 就挑釁遠景被依法送辦 警方到場協調時疏難態度消極 而一盤的紅姓友人 酒後情緒激動 後續甚至脫序辱罵 執行遠景三至今 隨即遭警方依妨害公務罪 逮捕送辦 幾杯黃湯下肚一箱的脫序行為 全做出 剩下男子不僅上警局 跑法院荷包也得失血 既然王軍公金服台北採訪報導